流言 流言 流言當頭 流言 流言 流言當頭 流言當頭 自由感情 流言 流言 流言當頭 Woo 关注华人世界 连接东盟十国 东盟传媒榴莲台 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评价 世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新闻评述 我是凯铭 自由高照 我是威尔 如果你想收听榴莲台的话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面子书 专页点击听榴莲台 那么就能够通过这个Facebook 来收听榴莲台 或者是你想要通过手机的话 也可以去到这个Google Play 然后下载东盟传媒 那么就能够通过手机收听榴莲台 今天是12月15号2015年 星期二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在 首尔这边 首尔这边的地铁呢 最近出了一个比较 新奇的一个招数 就是防止这些 比较自私的乘客 去做出一些比较不雅的 这个坐姿 造成别人的不方便呢 那就是在这个地铁的 这个座位下面 加上一个爱心的形状 那么爱心的形状就代表 你的脚应该放的位置 就在这个爱心上面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防止这个坐地铁的人 可能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 或者是这个腿开的特别大之类的 那么就可能会反应到旁边的人 坐得不舒服 那么通过这个贴纸的提醒方式 能够让这些人 把脚放在他们应该放的地方 我有点怀疑究竟它有多大的一个作用 毕竟人的习惯行为呢 并不是一早一夕所造成的 它是长期累积下来的一个行为 所以如果说 他们本身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那你只简单提醒 那就不难 但如果本来就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就是那种翘二郎腿 还是腿开的大大那一种 就你就放着这样子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太留意 或者太在意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因为我始终相信习惯并不是 一天两天所能够带来的 这种累积下来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整体的服从度 就是你想想 如果整辆车里面 可能十个人有九个人 都把脚放在这个位置上面 在那个情况下 可能这个有坏习惯的人 也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 坚持自己的坏习惯吧 也许可以这样子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未来 似乎他们也想要在其他地方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包括过马路有一个 呃 标示是提醒你要向左看向右看 或者是呃 在走路的路道上面 旁边要多一条线 是要提醒人家 就要让让开一条道路 让人行走 例子这些 那就比如说吧 呃 举个例子 就是一般有一些停车格 是给呃 这个 残障人士 嗯 呃 就你不可以停的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 还是偏偏有人停在里头呢 就是不是残障的 也会停在里头 包括之前有一个视频吧 大家都没有看到 就在呃 Facebook那边 我没记错 应该是呃 这个车子 在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状况 在某一个商场 嗯 然后就有一名富人 就坚持要把这个车子停在这个OKU 就是残障人士的停车格 虽然有人告诉他这个不可以停 但是他不理他照就停了下去 然后呃 在在快帖里头 LRT里头 他也是有一些座位是专门给这个呃 怀孕的妇女啊 老人家坐的 巴士里面也有 但是偏偏就有些人不站起来 或者你看到有老人家 或者有孕妇的时候 他们就不站起来 我就看过 是没有错啦 但是呃 也许吧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不能够一百八仙杜绝这样的人出现 也许就是你可以提醒八十八仙的人 本来可能就是五十五十 就是一群人是不让 一群人是让 那么你多了这样子的提醒 也许能够让呃 一部分的人转变他们的态度吧 但是毕竟这世界上 还是有很多自私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 难去通过这种方法去改变 就好像呃 说到环境保护的问题 也是其实也是人类 这种自私的心理造成的 这些很多的问题 呃 在英国就有一项研究报告 就显示 全球在四十年之内 就有三十三八仙的这个耕地 就耕种的地 土地是被呃 就可能因为污染 或者说什么原因 就不能使用了 这样说就三十三八仙 跟地是消失了 呃 这些土地呢 很多都是可能 你撒了太多农药 或者说是一些 污染上带来的变化 或者是呃 大量的跟踪 造成这个土地 不再肥沃 或者僵硬硬化了 所以在这个四十年之内 我们基本上就少了很多能够耕种的土地 那根据一项报告 这个研究机构报告呢 是来自格兰瑟姆的 那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报告 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报告的呃 怎么说呢 成果 那土壤流失问题呢 是会直接影响或者甚至威胁全球农业的产出 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的 那正常农耕条件啊 地表是要经过大概500年 才能形成大概2.5公分厚的一个表层土壤 换句话说 如果这种破坏呃 在四十年多来已经损失了33%的这个耕地 那那你需要多少年呢 多少个500年才能恢复这个耕地呢 呃 我相信如果在在这样子下去啊 以后我们的农作物可能就要靠用呃 呃有没有听过这种叫什么呢 绿室那种方式 green house 他们去建 一个房间是造成模拟天气的 对那种东西 那种方式来来呃 来来来种植植物了 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水根法了 不一定要用土根 水根的植物它相对的也是有比较 它的方便度也有可能它的营养程度也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毕竟还是呃可以种出一些植物来的 嗯 虽然这么说啊 但是其实这个土根呢 或者说这些耕地的用处还是最原始的方法 是最方便最节省资源的 就是人们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呃通过很多的技术上的方式 可以让这些土壤在耕种之后不至于变得越来越平静 或者说变得越来越呃不能使用 所以其实在这个知识上面 耕种知识上面的交流 对于全球的这个呃 呃未来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毕竟科学家已经延续出了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呃在耕种的地点您能够不停的交换耕种的物种 就是这里是种稻米然后这里是种这个呃其他的东西 那么在之后呢收成之后再交换地点 毕竟每个植物收取的营养不一样 那么土壤里面拥有的营养也不一样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去分配这个资源 这个方式我记得我在呃 我忘了是中学还是小学的时期 我已经我们在课本上已经学了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要特别强调这三个基本原则呢 就是人的本性还是回到原点 不改死性不改 你如果你真的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或者这种方式对泥土比较好的话 老实说小学的时候或中学的时候你都已经学到了 然后你即使没上课 但是你你从事的是农作物的这一方面的呃这个产业 那你应该有这方面知识才对啊 嗯 那怎么可能对啊 怎么可能说破坏那么严重呢 就是自私呗 就是大家可能懒惰或成本上的高低的问题 或者是贪念这个今天这个植物赚了更多 我要种了更多 大家各种原因都有啦 还是要看人类自己的程度了 那除了影响植物之外 还有影响的是水神动物 我们经常知道的就是这个金鱼 金鱼现在是大量的减少 而且会面临这个绝种的可能性 那最近的海水 因为这个海水的酸化 造成整个大海的金鱼的食物就变少了 所以这些金鱼就被逼要改变他们前途的路线 又要去寻找一个更长远的路 使得他们更加累 而且身上有寄生虫这些食物造成的这些毒素 可能会让我们骨骼有点变异 整体来说这些金鱼都瘦了病了 然后又找不到食物 之前有一些活动就是说要保护海洋生物 这样子类型的这种推广的一个campaign 那当然有些还包括了有鲨鱼的保育等等 但是大家似乎也忘了 其实金鱼本身也是一个濒临绝种的一个物种 金鱼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品种 有蓝鲸啊这些墨香鲸啊等等 墨香鲸其实其中一个 已经是差不多要绝种的一个物种了 那当然还有包括杀人精啊 海豚类的这种 这种也是属于 就是豚类型的也是属于那种 病临绝种的一种生物 所以我们在做生物 动物保育的时候 有时候你关注一个 可能你忽略另外一个 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照顾完全呢 可能有没有一些方式是比如说 提醒就是海洋生物 它是它是一个配套的一个东西 而不单只是专注在某一个生物 因为当你专注在某一个生物的时候 你会你会无限量的把放大 无限度的放大 当你无限度放大的时候 你会你肯定会忽略 你不会在同一个时间 有几个主角的吧 对不对 一部戏里面就一个主角 其他都是配角 所以当你一直在关注主角的时候 你就忽略这个配角 那结果你救了它 你忽略了它 你救了这个 你就忽略了C 你救了C 你忽略了D 那这这也是 我也明白有时候在从事这种保育工作 它有点一定的难度 你不是说你要照顾所有东西 你就可以照顾到 你起码你你点选了一个出来 你救了这个生命 你救得了一个是一个 救了两个是两个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有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完善的一个方式 是最好的 包括你说像这个金鱼 本来也不是因为这个气候变化问题 或者这水的酸减度问题而已 还包括了整个什么说呢 污染 我们就是我们基本上造成海洋污染 那个当然这北极南极气候暖化 也是有相对的影响 这肯定的啦 不过现在刚刚你说的例子 还是真有一个方案的 但是就是能够使用的这个 其实密密要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 那个情况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熊猫 熊猫就是中国花了很大量的金费 去拯救熊猫 但是其实熊猫对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 它并没有非常的大 就是其实科学界还是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病临觉种物种 哪里一种物种是最需要去马上拯救 那么拯救的它能够同时拯救 牵扯到几百种其他物种 一起跟着被拯救 但是你要面临就是 就是如果你是在开发 去拯救这个物种的话 那么可能会面临这个物种 并不是很受人吸爱 它可能是一种昆虫 那昆虫你要宣传环保的时候 它的作用就变成 宣传效果没有那么好 比如说蚊子啊 蚊子也是其中一个 如果蚊子灭绝的话 搞不好可能也会 直接的影响起它的 对因为它是在食物链里头的 其中一个环节 而且可能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说了 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生存的 一个价值 你不可能把它完全都赶尽杀绝 但有些可能是害虫 所以害虫 你要控制它的量 但我觉得也不 也不是敢到达 赶尽杀绝那一种吧 所以可以讲 在即使在大自然 你长得丑也是一种错 还是要长得可爱一点 才有多人爱你一点 然后你就能够得到错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英国 就是也是英国科学家 然后其实在这个物种灭绝的 问题上面 他们就是在十年前 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计划 叫做诺亚方舟或极栋方舟的Frozen Art 这个极栋方舟就是有去把很多物种的DNA全都存放起来 那么就是在这些物种灭绝之前 把它们DNA全部收集 那么也许以后 这些物种灭绝之后能够通过这个 自己这个叫人工制造 人工繁殖的这个方式去把这些物种重新带回地球 之前我们看了好多部电影 包括地球灭绝过后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等等 这些电影都已经说了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先进的国家 尤其是类似美国这样子一些国家 他们有了一个可能研究院 他们就专收集类似这样子的DNA或者是种子 不同的种子全部都收了起来 然后真的在有一天面临一些什么危险的时候 或者是真的地球面临最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那过后危机过后 可能还真的可以把这些种子 或者一些DNA取出来 再复制 让它重生出来 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 它这两方面 它不单只是为了应付地球 面对重大灾难后的重整或重生 还包括了可能为了未来 如果真的人类能够移民到火星 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居住的话 我们用罐吃的习惯的东西 都是地球上的东西 带过去那边把它种了起来 就好像之前也是一部电影 那个叫什么就是火星任务 The Martians 对 The Martians 然后它不是带了好多地球上的一些东西 放在火星上吗 就是这些东西救了它 包括像这个Potato 这个马铃兽救了它 让它过了好长一段日子 希望嘛 那么也许真的是这些存起来的东西 在未来的确有这样的帮助 但是毕竟DNA学 或者说这些静音学也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确保物种的多样化才能够维持它们的生存 但是至少还是一个希望吧 就起码不会像恐龙这样灭绝了 你现在存在起来 在未来真的这个物种灭绝过后 什么都没有了 对 你看也看不到 你只能看照片 你看照片也只能凭想象 就像我们看这些照片 或者看这个Durassic Park 像这些 你看起来这些恐龙长成这个样子 但它实际上就真的长成这个样子 我们只能够凭它们描绘出来这个形象 来想象这个物种 刚刚我们说到的 就是很多大国都在 都有这样的技术在储存 或者说在想办法拯救这些物种 但是其实真正的大国在忙什么呢 真正的大国在忙战争 最近在瑞典这个 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他们就这个叫SIPRI 他们就发出了一个报告说 在2014年全球的军火交易报告 在2014年几乎所有的这个军火交易都减少了 唯独是俄罗斯和亚洲公司的军火交易 是出现了增长的现象 而且尤其是俄罗斯的 在2014年的这个增长 就它的总销售成长 是达到了48.4%的成长 所以是看起来他们卖军火是卖的很不错 亚洲指的应该 不知道这里面说到 没说是谁 但是猜测 以目前的国际局势看起来需要比较多军火的 搞不好可能就是中国 但中国也不需要 他们自己本身也知道 也是应该有制造的 可能他是卖出去的那个 搞不好是 当然俄罗斯本身是属于一个军火强国了 也算是军火强国之一 所以他们有可能有买也是有买 提供给亚洲国家 可能还包括了搞不好像韩国朝鲜 对不对 然后还包括了可能日本 就这些比较相对 有比较让我们觉得比较强 或者相对比较起来比 马来西亚先进的一个国家 这个亚洲国家吧 但其他之后我想不到了 那当然就是说 这些国家为什么需要那么强大的一个军火呢 或者一致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呢 可能我们这样子看吧 并不是说欧美国家 他们没有这样大的一个军火交易量 而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制造 已经可以达到一个程度的饱和 或者是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制造 所以没这样子的一个交易量 对吧 他其实这是卖出去的程度 主要说的是 这个国家的军火商 卖出去的这个销售量 但他说交易啊 对不对 交易是包括买和卖吧 不单只是卖 卖吧 他也是啊 买也算是其中一个吧 所以有交易就是有来往啊 不单只是买也不单只是卖 所以我就觉得说 可能是在西方国家 他们对于战争这一回事呢 也不太 不是说不在意 而是他们尽量不去制造这样子的战争 除非他们会需要插手某一个国家 比如说可能美国插手中东的一些局势 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军火交易 但是这种军火交易搞不好是私底下进行的 因为你不能太光明正大 比如说你提供一些军火给 先不说谁提供给谁了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实际的数据也不好乱说 只是虽然说可能是一个是一个understood的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就别乱说 就是说有某一个大国提供军火给中东的某一个国家 然后这个国家就跟中东的另外一个国家在战争 但是这提供的是属于买卖交易呢 还是说它不是一个买卖 纯粹是因为它要通过这个国家来操控或者影响另外一个中东国家 这个我们也说不了一个准 这就是我说了为什么这些买这些所谓的数据呢 它纯粹是一个参考吧 我觉得做不了一个准的 它并不代表说欧美没有这个交易 所以亚洲就很多这个交易 这纯粹是一个参考标准 但是还是要让你重新审视这么多西方国家跑到这个叙利亚去参与这个战争到底 这个军火交易的这些成长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呢 还是让人怀疑